立法院副院長江啟成一早現成台中火車站 見到綠營立委何興淳 兩人互到早安 都是為了捷運局限案而來 终結局限案 已經通過交通部審定 只差爭取行政院這一關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委員八號 一早來到台中市查 藍局限轉成點規劃 不過何興淳跟江啟成 都被視為二零二六年 台中市長的大熱門 兩人不由兒童回鄉 為了地方建設而請命 大家都很關心台中未來的發展 畢竟我們是第二大者 把分類的工作做好 那對我自己來講也是這樣子 台中市的重大的交通建設 其實都沒有分顏色 都歡迎各界大家一起來關心 一起來努力 大家都要全力來爭取 一口同聲 地方建設不分黨派 不過倒是一同參與靠茶的民眾黨議員 江何數直接選邊站 就加油啊 跟委員 他說站在旁邊 你說江江聯手嗎 那我們是要握個手一下 就怕再多說 這場台中捷運藍局限規劃失了焦點 只好用握手帶過 未來市長人選 難得同場同框 也讓二零二六年台中市長選舉話題 提早開打 靜新新聞流傳來文中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歡迎 5 7 7 7